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曹熙平出道近40年以一句口头传丑八怪翻红,时常在脸书发表言论的他对于外界认为艺人就是要开名车住大房,反而坐捷运就是生活过不好的论点,只说我实在不可以接受。 曹熙平表示艺人就是份工作,受到知名度高低,酬劳理所当然不同,直言外界认为艺人开名车住大房的印象很糟糕,并非坐捷运就是过得不好,他强调艺人千万不要爱面子,硬是贷款买房买车,最后负债累累把自己搞死。 当艺人真的要平常心,没有录影时也是要正常的生活态度,曹熙平与众心长的说,没车没房没什么好丢脸,艺人做好专业艺术表演才会受到尊重,呼吁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,真实面对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,曹熙平直说。 外界认为艺人开名车住大房的印象很糟糕,翻设自曹熙平脸书,曹熙平认为艺人坐捷运不代表生活过得不好,翻设自曹熙平脸书,曹熙平表示不要贷款买房买车满足虚荣心,翻设自曹熙平脸书。